我是每天就来到我们这个田瓜棚里面去看一下整个田瓜掌势 跟踪这些数据 因为啥呢 因为这个机制呢 栽培机制呢 我们是用了地泥材了 就是瓜果类是地泥材了 一个冲材的问题 通过我们洗机制 能不能达到一个彻底避免冲材问题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田瓜呢 没有嫁结 不采用嫁结苗 只用这根苗去做的 然后看一下整个根系的变化 然后通过这些方法呢 我们去总结一些数据啊 去进行一些基础方面的一些推广 包括这段时间呢 就有朋友问我啊 就说看我们经常会使用一些海盗精 在这里面去护根 就问我们 这个海盗精和这个框圆黄蜂蜂甲 都可以作为生根 那么这两个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哪一个效果好 实际上在我这个种植系统当中呢 框圆黄蜂蜂甲呢 只用了一茬 我们就把这个淘汰了 淘汰的原因就是什么呢 因为它抗硬水能力太差了 就是加到水里面去 以后如果这个钙美这个盐呢 过高 或者是加到肥料里面 就很容易出现了一个修装物 造成沉淀了 所以说这个是它的一个最大比端 所以说我们框圆黄蜂蜂甲 把这个去掉了 再一个它的布根生根效果 很一般海盗精比起来有差远了 但是它有优势 就是它比海盗精要便宜很多 这就是为啥这两年大家在推广 你看有很多人在卖这个矿圆黄蜂甲 这个企业卖的特别多 但是海盗精这一块很少人卖了 就是因为它的价位比较高 价位高的情况下 那么它在市场上竞争优势会降低了 实际上海盗精呢 作为一个生根护根类的一个产品 是非常好的 但是你不要过多了期望 有其他的什么改良土壤啊 你一亩地 依次就用了几百克 那怎么去能改良土壤呢 是吧 所以说不要期望值过高 把它做一个养根护根的一个东西 去用就可以了 所以说呢 这个海盗精啊 实际上在我们平时 就无土栽培系统当中呢 我用的是最多的 尤其在水培这些块 效果会更加明显 你今天用上去以后 两天基本上的根系啊 就和用之前区别非常大 因为水培这块是 直接你把这个漂浮板拿出来以后 直接都能看到的 是非常好的